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TikTok发布新声明 首次披露用户数据的新闻 8月25日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发布了一份新的声明 并首次披露了有关其诉讼的用户数据 字节跳动周日证实 该公司将于当地时间周一 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禁止其在美国提供服务的行政命令 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 TikTok说 他将中国境外的数据存储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上 以保护美国用户的数据 该公司还表示 已经设置了软件障碍 以确保数据与字节跳动的其他产品分开保存 该诉讼指出 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 美国政府已经知道TikTok的努力 而该委员会忽视了 TikTok提供的证据和积极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 TikTok在诉讼中首次披露了美国和全球月度活跃用户的具体信息 数据显示 TikTok目前在美国拥有大约1亿月度活跃用户 比2018年1月增长了将近800% 这些用户几乎占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TikTok表示 其在美国的每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5000万 截至今年6月 TikTok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总数飙升至9100多万 截至去年年底 TikTok全球用户激增至5.07亿 本月全球下载量达20亿次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兑现了他要禁止TikTok的威胁 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这个广受欢迎的视频应用 在45天内与其他美国公司进行商业交易